国家主席习近平19号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美国前财长鲍尔森 习近平赞赏鲍尔森及其创立的鲍尔森基金会会推动中美交流合作发挥的积极作用 习近平指出 当前中美关系总体发展良好 两国在双边地区和全球层面合作的成果 展示了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强劲活力 今年三月我同奥巴马总统在华盛顿会晤 就进一步推进中美关系达成重要共识 下阶段双方应该共同努力加强沟通聚焦合作 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习近平向鲍尔森介绍了中国经济情况 指出面对全球经济下行压力 中国确保了经济社会发展 稳中有进 稳中向好 我们制定的十三五规划 将坚持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的发展理念 努力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 特别是着力抓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形成平衡发展结构 中国改革不会停顿 开放合作 鲍尔森表示 美中关系十分重要 双方在经贸 环境 气候变化等广泛领域合作成果 对推进双边关系发挥着积极作用 在当前全球经济面临不确定性的形势下 中国坚持全面深化改革 坚定推进结构性调整 令全球钦佩 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将为美中经贸合作提供更大空间和助力 希望双方共同努力加快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进程 推动美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国务委员杨洁篪等参加会见